Hello大家好,看我已经全副武装 准备好去参加泰国一年一度送干节 就是泼水节的水枪大战 虽然说大哥的水枪很有优势 你不用经常加水 但真的好重 而且像这样的这种goggles 就是水镜一定要买 尤其是如果你戴隐形眼镜的话 游泳衣又穿在里面的这种怕湿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游泳套装 然后我们就准备去Cylon Road 都不通车了 就一条街上都留给这些爱泼水的人 然后我们就去那儿看一看 好 我时刻准备着 现在前面就临近Cylon Road 你看这个卖水枪大本营好多 在泼水节被泼水的话是一件好事 就是意识着吉祥健康快乐平安 所以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反正四月份是泰国最热的季节 送干节嘛 就是最热的时候所以才泼水 所以多多益善 你看现在已经堵得走不动蛋了 全是人 他们要抹这个东西 他们要抹这个东西 你看我的脸上已经被抹了 这个也是祝福 也是好的东西 可以偷所以了 哈哈哈 我 把他的心想 我不能 luk我 我 nog 我认识 我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车上这哥们儿 他们是高压水枪 随时准备着 你看刁邦里的狙击牛啊 不要受我的 回酒店来洗了一个澡 真的是太嗨了 朋友们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到 一定要在宋干节期间 到泰国曼谷来参加 大型泼水活动 每年的4月13号到15号 都是泰国的泼水节 就是他们的佛丽新年宋干节 那么在曼谷的话 因为它是那种国际大都市嘛 非常的潮流感 所以它的这个泼水活动啊 就特别的反正就是很嗨 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错 像今天我们两个小时 真的就围着那个 世龙路 Cylon Road 就走了一圈 它都是只能一个方向 进或者出嘛 这样弥免人流量 互相之间打架 但是真的很有感觉啊 从来没有见过 就是这么嗨的一种场面 非常多推荐 其实除了这个世龙路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叫上泰世界 它在那个 Siam Square 新罗广场的旁边 Central 叫Central World 这两个呢 听说人稍微少一点点 而且它下午就开始了 但是你也不要去的太早了 免得太晒太热 你基本上四点钟 五点钟去 我觉得人都很多 然后晚上啊 你可以去那个 考山路 考山路 就是那个曼谷的 酒吧一条街 但是我听说 那里更加的拥挤 人挤 人完全走不动道 那么晚上呢 其实它还有两场电音节 如果你想真正的 在那种DJ的那种 还有很多人流一起 嗨一起泼水的话 那你就买票 去参加那个电音节的活动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你想看 比较传统的一些 态势的文艺表演啊 还有看无人机秀啊 那种不想被泼 那你就去 他们叫黄家田广场 Siam Long 那个地方 那么这就是曼谷 泼水活动的主要地方 但是如果您真的想感受 那种非常传统的佛礼 还有泰国选美大赛啊 这些 其实听说呢 在清迈 泰国的清迈 它跟曼谷是另外一种风格 但是不管在哪里了 其实我觉得 整个泰国举国上下 它都会有相应的 这种庆祝活动 只是说呢 曼谷它可能从12号到16号 其他地方呢 可能从13号到15号 时间要稍微短一些 但是都非常值得的来感受一下 体验一下 好 那我这期视频呢 我就先插个队 我就没有按照我们的旅游顺序来 因为我现在赶这个送 感觉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么从下期视频开始呢 我们又回归到越南 富国岛上面 我再继续为您分享 非常实用的 富国岛的旅游攻略 带您逛 富国岛 逛越南 其他地方 还有比如说泰国 柬埔寨 等等 那么明天呢 我就要飞往 泰国另外一个非常环境 非常优美的岛 你们猜猜是哪里呢 那我们就后面的视频 见分享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观众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麻辣烫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是一道菜 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锅丰富多彩的麻辣烫 那让我们一口一口的吃 一道菜 一道菜的品 麻辣烫世界 看尽这个世界的多元 那就本期视频到这里了 拜拜朋友们 下期见